雖然是身為總統 他主要的重心全部在選舉 與其如此 可不好好大大方方請假咧 蔡總統說你要實施請假是錯的 然後你要他請假更方便嗎 蔡總統請假是我們的建議大家 恢復到最原始最單純 而且完全不會動用國家資源的情況之下 大家完全單純進行一場君子之爭 所以我建議他也請假 兩個主要政黨的總統候選人 把政見講清楚 而且完全在平等的狀態之下 進行一場君子之爭 所以我建議他請假 事實上他每天也在跑選舉 雖然是身為總統 他主要的重心全部在選舉 與其如此可不好好大大方方請假咧